花莲县截至去年级统计 苦茶油种植面积约有250公顷 其中最大产地在浊西乡 面积达到129公顷 而加工厂近期完工 准备让农民使用 吕碧贤表示苦茶油加工厂 包括冷炸、热炸等炸油设施 未来将朝向观光工厂规划 欢迎游客到部落观光 采购现炸的苦茶油 未来也会以为外经营的方式 提高花莲县农民的收益 花莲截至去年底统计 苦茶油种植面积大约250公顷 其中最大产地在浊西乡 面积高达129公顷 终于也完工 正在准备让农民使用 吕碧贤表示 未来工厂预计委外经营 也会收各乡镇苦茶油来加工 要对外要征选 要招商 希望能够找到 愿意帮助我们 让我们卓西乡的这个农业 彻底的翻转 那我们大概要在最近 就是要对外政权 苦茶油加工厂设施 包括冷闸 热闸等炸油设施 未来将朝向观光工厂规划 欢迎游客到部落参观 采购现炸的苦茶油 未来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基地 我相信这些 这个愿意负责的厂商 会帮我们来 做一些重新的来推广 我们的这个面积够不够 还有我们的这个栽培 这方面它必须要有责任 让我们的这些 这个古茶农也好 任何的农业也好 都要弃作 第二期也会针对亮点 农产品辅导 产品研发以及加工 扩充包括文旦小米咖啡 等多元加工设施 冷藏设备 来提高花莲农民的手艺 记者高双双 左西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